我们说还有一个城市 那这个就是Winshoot 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那你可以去下载 那假设你下载完了以后 你看看你是使用哪一种 Windows或是什么之类的 那下载完以后 你在你的这一个 右下角这边 你就可以看一个Winshoot 那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你可以去做设定 那这个设定就在这边有一个Preference 我特别把它标示出来 就是这边有一个喜好 这个喜好你可以去做设定 那设定什么呢 设定的话就是说你到底 你的 你要 互制的话要互制到哪里去 那当然你可以copy to clipboard 或是假设我们是一个word档的话 那你也可以点选这个word档 那我们现在呢按OK 那这样呢就已经完成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的话假设 这个画面呢 是我觉得很喜欢 我应该要把它变成是我的实验报告里面一个画面 那我就直接按键盘的Print Screen 然后呢我看哪一个部分是我要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 我们就Microsoft Word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先另存新档好了 我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这个叫做Test 测试 好 那 那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讲义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都有给各位 比如说你觉得说 这个画面呢 很重要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PDF里面来 来做也可以 PDF的话 他也可以 那只是说你这边做好以后呢 你自己要必须要自己去 去做这个贴上的动作 那他会 就帮你贴上去 但是PDF的话 你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选择一个选项 那选项这一边的话 看一下 这个 因为这一版的PDF的话 那个设定那边我比较不清楚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先先讲那个 我们再拉回来讲这个Winshooter 好 这个假设了 我今天 我希望的是这一个 那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 把它放大一点 假设了 我希望的是这一个 那接着 那我再按Print Screen 然后接着呢 我就是游标 移动 然后左手 左键压着 然后晃掉 然后呢 就贴到Test 那他就过来 就在这边 就有了 或是说 假设我今天呢 这个是我要的 那我就按Print Screen 然后接着呢 就开 然后呢 到Test 那这样呢 你的报告就会很快 然后你这边的话 自己再去补一些文字 那一个报告 就会出来 那有时候我的习惯 这我的习惯 我有时候我在配置的时候 我会让这个边界呢 小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到时候 他贴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 假设我要贴 你会发现 他这个呢 贴了这个 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不晓得说 同学没有什么问题 那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边先 这边